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今天呢 跟大家谈禅定的劫寿 禅定的劫寿 这个接受啊 不一定每一个人一样 这个是我自己本人的经验 也就是我修行禅定很久 很长的时间当中啊 我自己本人的这种接受 那么禅定呢 在密教里面来讲起来 也就是三昧帝成就之一 也可以这样子讲 我们修定 大部分呢 都从坐禅去开始修 因为到目前为止啊 还没有比这个坐禅更好的方法出来 所以呢 在密教里面呢 这个三大成就 持咒的成就 护魔的成就 还有就是禅定的成就 也唯有从这个禅定啊 才能够深入你的身心当中啊 去开发你的这个 是 你的这个意识 进入甚深的这个境界里面 这个是开发自我 那么也等于是在开发宇宙 也等于是在开发宇宙 不要小看我们人体啊 这个小小的一个身体 其实里面呢 有非常深奥的奥秘在里面 很深很深的这个奥秘啊 在你的身体里面 不只是身体而已 包括你的心 包括你的最深的意识 都在这个定当中啊 能够开发出来 那禅定的接受 不一定每一个人一样 在我自己啊 我最先啊 第一种的接受 第一个接受 就是我发觉啊 我自己整个人就凌固 就凌固 我以前做的一个比喻是这样子 好像是说 我们盖房子啊 这个地基啊 浇水泥啊 沙水泥啊 那么水啊 混合起来以后啊 铺好 慢慢的慢慢的 它会凝固 我第一个感觉到的就是说 诶 怎么呢 我觉得这个这个西空中啊 有一种气啊 很特殊的 special的这个 air special的这个 air 从西空中下来 然后呢 进入我的头 这个时候我整个头啊 就凝固 慢慢的进来以后就凝固 然后到这个喉咙也凝固 到上半身凝固 到下半身也凝固了 连手脚都凝固 前身不动 那一个那种感觉 好像自己已经变成很坚固的这种石头一样 这个垂不坏的那种石头啊 自己变成 这个是我第一 第一种感觉 不过这个种 接受啊 时间也相当长 第一次啊 都是在这个 天心部位 跟整个头部凝固而已 那以后我就问师父了 他说 这个怎么办呢 他说你要把这一个 凝固的这一股气啊 往底下移 到喉轮 到心轮 到季轮 到海底轮 这时候前身啊 就变成凝固了 那么师父就教我 你把自己啊 想成一座西弥山 西弥山就是一座很最高大的这个山啊 佛教里面啊 佛典里面经常提到西弥山 就是顶天立地的一座山一样 啊 这个时候你自己把想成自己是一座山 哇 真的不动如山 很坚固的 就 比如七支座 自己就变化成为一座山一样 那么坚固的 不动的这种山 那么这一种感觉啊 这一种结束啊 怎么来的呢 怎么来的呢 也可以这样子讲 我有一个比喻 就进到你身体里面来的 你的身心啊都充满着一座的法流 那一种坚固不得了 所以我讲过啊 以前啊我在打坐的时候啊 观想自己放空 然后呢 突然间一座法流就进来 就进来 进来 整个身体通通都充满了气 那这个时候啊 又观想自己啊 成了一座这个悉尼山那么大 在我的感应里面呢 曾经呢 有两个这个 ghost 走到我的这个 这个山边 这个山边 他说 这里怎么突然间出现一座大山 我们以前经过都没有的 结果他们绕着山走 哇 走了好几年 才能够过这个山 走了很久才能够过这个山 这个也是一种很微妙的结束 很微妙很微妙的 你看两个ghost ghost 他经过这个 碰到你这座山的时候也没有办法 他没有办法最好 绕着山走 结果走了很久很久的时间 才能够走得过去 这个修行的境界啊 的确是不可思议啊 你能够把自己化为悉尼山的话 这我自己 就是第一个接受 第一个接受 所以有时候我对于这个好像是精神不太稳定的人 我经常跟他这样子 我经常跟他这样子讲 我说你哦 观想自己是一座山 一座大山 然后念咒加持 使他变成一座大山 这个时候万灵不侵 万邪不侵 哪 任何一个邪啊 鬼啊 这些灵啊 啊 离魔王良 都不敢欺负你 因为你不动如山嘛 啊 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 我常常教人家那个 啊 经常被盗弃的人啊 啊 经常好像都被盗弃啊 或被这个 灵欺负啊 这个 精神上不太稳的人 我都教他 你观想自己是一座大山 然后啊 你念这个 啊 金刚心 金刚心咒 啊 Om Mudi Soha Om Mudi Soha 我就叫他 念这个 金刚心咒 另外还有一个咒叫 Om Uluni Soha Om Uluni Soha Om Uluni Soha 我就念他 叫他念这个咒 然后用这个咒啊 加持自己变成一座西米山 那这个就是我禅定的第一个接受 是这样子得来的 要自己放空 才会有宜咒法流进到你身体里面来 然后这个气啊整个充满 把这个气啊发成 这个庄严的西米山 那今天讲到这里 Om Manebemihun 那tte 那 是